派出所外乏力姐张婷婷开直播 手上拿者是刚拿到的 包含三连单 三连单 那个人真的是太夸张了 无言无仇的了 我就很单纯做直播 就很单纯 也没跟人家有什么 生意来往的纠纷 干嘛这样子动人 又加上恐恶 太可恶了 恐惧又生气 因为日前脸书粉丝团收到 一名男网友私讯 内容除了谩骂不雅自言外 还有死亡威胁 甚至另外一则更出现 恐吓法尔利姐一家人 出门要小心 经纪人也是 恐吓要来杀我 还杀我们全家 还杀经纪人 太可怕了 法尔利姐直播现场 透过脸书平台 打电话给这名网友 线上持球对决 要讲就赶快讲 我让你讲 赶快 男网友只回应脏话 其他没多说 警方也表示 执法理解向网友提告 妨害名誉恐吓 原警方通知 这名男网友 道安说明 为何留下恐怖讯息 不是网红就这样子 就可以给人家乱恐吓 三约宣传统统统统长 新北报导